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上是大团结来对抗所谓的俄罗斯 这次的入侵乌克兰 当然我们这个题目也来谈一下 俄乌之战到底会怎么样一个结局 那我们现在谈俄乌之战怎么样结局之后 我们谈北约这一次的集会呢 除了把以前把俄罗斯当作是主要的对手之外 也把中国很罕见的把中国 当成一个所谓的战略挑战 这是对北约现在有30个国家 成立到现在从冷战 成立到现在是很大的一个所谓的战略转变 那到底G7拜登 比如说拜登跟其他工业国家的领袖集会 所获得的共识 以及这些北约相继的集会 西方国家有关于所谓的海洋国家 怎么样结合来对抗所谓的亚欧国家 亚欧的陆全国家 我指的就是俄罗斯跟中国 这个君导你怎么样来看 这一次的这个拜登啊 风尘仆仆的到德国跟西班牙 跟这些西方国家 甚至拉隆很多非西方国家 很多是金典国家 包括这个印度跟南非的这个总统 也被总也被应邀参加 所谓的这个G7 你怎么样看待 问我吗 对 我的看法是呢 就是拜登其实上来之后 他很重视 像他说 他和川普前总统非常不一点 就是他很重视国际同盟 在这个国际同盟中呢 第一呢 他要美国要继续承担世界领袖的作用和决策 第二 他要跟大事情要跟世界各国协商 所以这就理所当然的就增加了他出访啊 和各国领导人频繁互动 但是特别是由于他的这种频繁出访和互动 是为应对人类的地缘症的重大挑战问题 在他最上初上来的时候 实际上他主要界定是中国 所以他在亚洲啊 这么一地方 包括这个布林肯国务卿做的多一点 但是俄乌战争爆发 这突然就欧洲的这个问题又凸显了 开始时候呢 拜登和布林肯他们都还强调 俄乌战争并不准备分担 就是分担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啊 他们对亚洲问题的注意力 就中国绝起水利 他们还继续在有条部门的部署 比如打造国际同盟啊等等的 那么在这早期的时候 他们还是想把这个北约啊等等 也拉到这个对付中国的这个同盟来 但真的俄乌战争出来之后的 他现在准备让北约继续在做一些事 那么让这个中国 这个中国这块准备美国独立 但最近的发言他已经说了 美国要加强在欧洲的存在 那就是我觉得不是一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 对付俄罗斯真的需要美国的实际的这个力量 因为北约的人口是俄罗斯的 这个他是俄罗斯1亿多人口 北约是5亿多人口 那么这5亿多人口呢 加上经济发展水准 还有一个武器什么各方面 其实俄罗斯除了几千个原子弹之外 其他方面都很难说能够比北约更能够打赢战争 但只要战争不打到俄罗斯境内去 你很就是你很难想象 俄罗斯会使用原子弹来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拜登去不是说欧洲在物质上需要他 只是说在领袖上需要他 因为俄战争进行到今天之后呢 北约和欧洲呢 假如俄战争长期化的话 他们会有些分歧 早期会有就分歧 实际上在G7中间就分歧 对吧 关于要不要对俄罗斯能源经济制裁到哪一步 但是默克尔退了之后 在这个时候默克尔退了之后呢 实际上慢慢北约就开始形成一些共识 就是还是要把俄罗斯 就是绝对不能够对俄罗斯做任何的妥协 只要乌克兰人民愿意去打 那么西方就要支持他打下去 所以在这一点上 但是呢 现在呢 其他的一些分歧开始出来了 就长期化之后 所以呢 现在美国要加强他的领袖 所以他又去了 因为这个G7呢 和北约还不是一回事 虽然都是二次大战后 美国建立起来的 这个稳定世界全球格局 但是 北约主要是为了地缘政治的格局 就是地缘政治安全格局 而G7主要还是为了稳定全球经济 也希望主要的发达经济国家 能协调经济政策 因为在一个全球化之代 如果有的国家这样做 有的国家那样做 比如像 关于税 这个 你的税率不一样 关税税率不一样 都会导致资源到另一个国家 你在这个国家采取的政策杠杆 就不那么有效 所以呢 就会使得跨国公司 资源的控制机会比较大 所以他们需要协调 现在呢 又产生了中国这样一个威胁 就更需要这个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频繁的出访 那至于说 这个俄乌战争的结局呢 现在其实我觉得看的话 俄乌战争的和平协议的签订 可能签不签呢 这个问题是乌克兰的说话的 这个空间大 就是他要不要放弃 克里米亚和现在的东顿巴斯 这两个共和国的土地 但是停火协议 现在是俄罗斯的说话的发言权比较大 但是现在看来呢 俄罗斯肯定是不能 按照初期式的去纳粹化 就是去军事化 就对这个乌克兰达到这两个目标 他肯定是达到不了的 特殊军事行动两个目标 但是现在是在顿巴斯 他准备占领多少土地 特别是丁尼泊河以西 以东 他准备占多少土地的问题 现在他占的土地呢 应该说够了 就是说他现在要停火的话 应该这是可以 就是已经比他最初所设想要多了 那么这个 但是他会不会是想把整个 就俄罗斯人口占多次的顿巴斯地区 都拿下来 这个呢是一个 他可能要做一个考量的 这是一个停火在哪个地方停 这是呢他要做考量 因为现在看来 但是也有一部分国际专业 因为我在我在看这个 就是国际事务 就是这个 对这个 国际事务这个杂志的时候 外交事务杂志的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外交事务 他们在讨论 对 他们有的在讨论呢 就说 那个普京呢 就是 俄乌战争之后 可能比如 俄罗斯会瓦解 会分成三块等等 还有呢 在讨论就乌克兰 可能会赢得这个战争 但是也有在讨论 如果乌克兰赢不了 这战争是在中间停下来的话 乌克兰准备要停火 世界各国也不能强迫的打 这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国际地缘政治 国际事务应该准备 怎么来应对一些问题 当然也有在讨论中国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 有一个问题是大家的缺失 我觉得如果俄乌战争 假如要是现在停下来的话 中国会是个最大的减洋涝的国家 因为这个很简单 其实乌克兰在俄国战争之前 乌克兰政府的腐败 和乌克兰的困难 那个困境 就是频繁倒戈 今天这次选举是亲俄派上来 下次选举是 亲西方派上来 那就说明 他哪一届政府都解决不好 老百姓要解决 选民就不断的 就是所有淘汰这个在位者 这说明他的很多问题很严重 那打起仗来就更严重 现在呢 是因为有一个对俄罗斯的战争 所以乌克兰现在 就是各界要打 就是比较 那这种西方呢 为了让乌克兰保卫 这个西方的这个安全 所以也支持他打 包括在财政上输血 包括给他提供军事援助 也就是说 乌克兰不需要自己来解决 他只要 他的人民想打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自己来应对呀 这些资源问题 但是这场战争一旦完了之后 西方社会呢 会 因为这场战争 给西方的负担也非常大了 他还要应对这个战争负担 给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麻烦 还有这个 这时候他不会再有财力 去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 而乌克兰这个战后重建 而那时候 乌克兰又非常需要钱的时候 而他在这个打仗的时候 他已经对外援了 他已经依赖惯了 他这个什么粮食啊 什么要如果打一年的话 都已经平台中 他这个要恢复之后呢 他这种迫切需要有支援 没有支援 这时候我觉得中国可以乘去而入 中国正好有 航大这种基建 这种各种各样 他一带一路又搞出一个模式 就是我给你信贷 不需要你现在付钱 咱们签个结议 你的煤 你的石油 对吧 分期来付款 然后在一些地方 我会设施一些 这个包括甚至准军式据点 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签一个全面性的战后 这时候中国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空 因为中国政府现在手里的现金 是最大的 世界各国政府都拿不出一笔现金 来继续支持乌克兰 而他们又不可能 因为现在的国际社规则 又不会让他们去定向 中国还要跟他们定的这种 所谓殖民时代的这种协议 就是用资源做抵押 用主权资源做抵押 然后来获得这个战后的这种援助 他不会再做这样子的话 因为那个是一个国家的 不是跨国公司 都不会去搞这些东西 他要那种主权资源 没什么大用处 对这种跨国公司 就是要赚钱 要保证一个每年的利器 这个稳定的利率的回报 他不会要那个地方将来做个 什么军事基地呀 什么之类的 这些什么 搞一些什么大规模基础 他不会搞这些东西 因为他不是想为这个国家做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战争 结束之后的话 将这个可能中国将这个 最大的获益之后 那个盛平安盛平 对军刀的看法 是这样 如果说现在欧欧战争结束 中国是不是最大的获利者 还有很多美国的学者 现在已经在预判 事实上在整个北约里面 只有美国跟英国现在的国防开机 是每年占2%以上 几乎所有国家 包括德国也只有1.3多而已 你如果要达到所谓的 2%的国防支出的话 那才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很多美国学者认为说 整个俄乌战争之后 之前的大团结 之后能不能继续下去 在整个北约会议 高峰会之后 挑战才真正开始 我觉得客观上的俄乌战争 给中国呢 赢得了一些时间 就是美国不能全力来 来围堵中国 但战争永远是一个坏的东西 它是以人的生命 人类的文明的倒退 作为代价 就G7我们知道是 75年开始的 就是7个大国 美洲两国 美国和加拿大 欧洲呢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再加上一个日本 就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扩人俱乐部吧 就过去G7开会 就中国是从来就凑不上去的 就中国问题也 提不上日程 就疫情扩劳啊 聚餐聚会 你是一个穷小子 谁会搭理你 但这次呢 有点不一样了 就如果你去读那个G7 他们的会议联合公报的话呢 就发觉 一个跟中国没什么关系的 会 居然提了中国人14次 就很把中国当回事儿 就用台湾一个名嘴的话说呢 比喻他说就像七个小矮人 不停的在那儿唠叨 唠叨的呢就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就这联合声明中间你可以看到 从 博物战争到台湾地位 延伸到呢台湾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中国会进攻 从新疆人权呢到西藏的独立 再到呢最后就是向 发展的国家承诺 6000亿美元来发展基础设施 就是西方版的一带一路 用来抗衡中国 一带一路的影响 就总之就中共邪恶 中国威胁 文明国家必须团阅起来 共同呢 来对付中国这个红色帝国的扩张 就几乎成了这个G7的主题 博物战争只是很小的一个 从长远来说呢 似乎这是想做的事 有问题在于呢 就和美国一样 中国也有发展的权利 就中国人和美国一样 也有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就为什么呢 中国向发展的国家 提供资金 基础建设 那就是呢 举行叵撤 而西方这样做呢 就是 宅心 人厚 就是 就为什么西方这样做呢 就是康慨解囊 中国这样做呢 就是债务陷阱 但是还有呢 更早的时候 就说 说中国这是大傻逼 如果大傻逼这么傻的事呢 美国西方为什么也跟着要大傻逼呢 其实这对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批评呢 本身是非常矛盾的 国内的很多人自由派一般说他是傻逼 西方的政治家呢 说他是一个 中国式的 软性的扩张 是债务陷阱 没有军队的 这种商品 中国的资本 像这第三世界国家 发展国家一种 债务陷阱的设置 这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矛盾的地方 就为什么中国一下变那么重要 一个富人俱乐部 中国也不参加的 这么多年了 七五年到现在 四十多年 中国从来没参加过 现在中国成了主题 我记得在那个约翰克斯托夫的 罗马罗兰那个约翰克斯托夫里面 就这么一句话 他说人们不会去摇害那些贫瘠的书 只有上面呢 结满了果实的 结满了筋果的 人们才会用石头去打他 就一个人是这样 一个素是这样 国家大概也这样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就是没有人去黑你 就说明呢 你不行 你还不够努力 没人把你谈回事 就有人黑你呢 大概是做对了点什么 很多人拼命的黑你 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大事 有非常可能中国做对了点什么 好 接受这些 好 谢谢 绿文你怎么看呢 看北约跟G7呢 对待俄罗斯跟对待中国 我观察到一点 这是最新一期的美国外交事务记刊里面提到的 有学者建议把现在刚才那个军陶也提到 G7本来是一个 在破除一个经济 一个经济自由体的东西 现在是把G7扩充为G12 G12 这G12就从原来的七大公益国里面 再加上亚太的这边 包括韩国 日本资产里面 韩国跟纽澳 然后把EU 都欧盟再加进去叫G12 他认为这样子才能够扩大所谓的这种 北约跟欧盟的力量 还有鸡身的力量 这样才能够全力来对付 这个 俄罗斯跟中国所代表的亚欧大陆的陆群国家 把太平洋跟大西洋的海洋国家能够结合起来 你对这样的学者看法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如果美国学者就这样的来的话呢 这基本上是在另外一个就是又多了 这个就是这个换糖不换药的问题 因为美国现在的这个 他其实是说 把各种 凡是能够对抗中国大 中国的 基本上都都拉拢过来 所以说你 如果你从G7 扩大到 我觉得反而就是说 效果不如G7 为什么效果不如G7 因为你扩人数月的就好像我们样 一个人数月多开会的话 各种各样的想法就不同了 你要行 你想这个行进一个 一个决议 一个共同的意义就更难 是这样的 因为G7 他手上来说 他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传统的 这样一个西方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富国俱乐部 对 他们他们 他们之间是磨合的 已经都非常非常好了 都是 也就是说 是基于不同 就我们讲基于双同的 这个历史和文化 已经差不多的 这个经济这样一个水平 如果你再把亚洲的一个国家 再拉过来的 发生在把欧洲 也是比较这个 经济不是很发展的国家 拉过来的 他们来 他们对中国有不同的考量 他不是 他不是亚洲国家 因为因为G7对中国来上 是非常的态度 非常非常明确 这个是这种所谓的 我们讲这个对抗态度 非常非常明确 那你如果亚洲讲 你把韩国国家 把什么这个 就拉进来 那等于明明显然是你 就是等于就是 表明了要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那这样的话 你跟中国的观点 西方所谓 他必须考量考量到 考量到这样的因素 所以我认为 这个 而且就是 就就就就就 从级线文的观点 比如讲这个 你要拉韩国进来的话 日本肯定是不落意的 怎么你 我我进入的 所谓的国际组织 都有你 你这个 对对你在里面 所以是谁 这样子 我觉得他就来 比如讲 那个韩国 参加署的跨的 这个四方对话 日本也就反对 不乱不乱 不乱韩国进来 那么我讲他 他如果你韩国要拉进来的话 那肯定日本也也会反对 不会不乱韩国进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 不从实际效果来说 不一定能够达到一个 一个预期的目的 那么说到 说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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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北约丰飞的话 在南中国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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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全球的这样一个 秩序啊 这个基于西方归的基于美国归的其实的一个一个对手而已 只不过是说他没有把话说的这么明确 那么这个北约大家关注这时候北约的这北约的亚洲化 北约的这个这个东亚是否会会会会我们讲韩国日本等等这个这个澳洲新西兰等等被被被加入这样的吧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原来预期的所有的这个亚洲这几个国家参加这个北约会开一个会开一个小会 这不没有开因素来讲 我估计他们今天把除了日本之外除了日本 或者除了澳洲澳洲现在星期五上台来又不一样 除了日本之外 我觉得其他国家要对对这个就是说实在对把北约亚洲化 这个估计可能还是会多多少小会有一些有有有有有一些固理的 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是北约亚洲化的话呢 肯定是是是是这个呃对中国来讲 他会感觉到一个什么战略的一个不安全感啊不安全感 那么这样的不安全感的话反而会可能会刺激中国采取一些啊 一些一些措施 因为他要防防防止这样这样的不安全感的话了 比如讲呃假如说习近平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话 他一旦考虑到如果被这个接着国家日本韩国等西西兰 这个这个澳洲都加入了北约之后 我带对台湾动手的话那可能带得太大啊 啊那么他可那么他反而就有可能提到提到动手 等你这几个国家没有加入北约的时候 我就我就对对台湾动手啊 呃他可能会有我们讲这有这种不安全感的话了 可以做出一些呃一些可能就是呃这个更加就是说 让所谓的自我实胜的一些东西 比如就是好让俄罗斯这样的 俄罗斯我们讲不管呃怎么着 他是说这普京的公开讲法就是说 有你北约不断东扩在那东东扩到这个时候所谓乌克兰车来来 那让他感到不安所以他他也提前动手 那你想想看如果这几个国家真的是加入北约的话了 那如果中国以后要基地民以后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话了 成本这个代价可能比比比接着国家没有加入北约有大多啊 因为因为假如说我们讲这个呃呃呃 比如讲如果解决台湾问题的话他如果日本干预的话 那仅仅是每日每日每日连续的问题 如果日本加入北约到那就仅仅是北约的问题 北约都会来给你打一仗的问题 一一一路他考虑了这些情况他可能就是 会我觉得就是会让中国发展让习近平呃 采取某种这个预生防范的措施 那么可能就真的成了北约所所所所所所所这个这个 这个要防范的所谓是中国系 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世界即使的一个威胁 这就是一个呃我觉得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东西 嗯嗯 你提到那个北约亚洲话跟你之前提到的 所谓的欧型战略围堵 你你觉得这种trending这种趋势是稳合的吗 呃差不多呃基本上是美国就是要建立这么一个包围圈 但是现在从接触从这种这个我们讲这个呃 这个这亚洲这四个国家参加这个北约来看的话呃呃 我觉得这个除了日本去吧 其他几个国家应该来是还是还是还是有顾虑的 否则的话他们这些四个国家就应该就就算费前所说的 他们会开一个小集团的会议小集团的会议的话呢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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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上美国再加入进来的话 就是那个说五国会五国会议五国在北约平台上的这样一个呃 这样一个会议那么五国在平台上的一个会议他提的就是说 呃我们讲就是说就是基本上虽然他们可能不会正式 就是要正式加入的话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但基本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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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构 就是就是就是说就是说北北约的这个亚洲化的 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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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身的隐身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呃没有开这么一个会呃呃 就多多小小是是跟之前的这个这个预测就是说 放发出来的风声是有是是有有有些差距 也就是说这个美国所构建的这样一个包围圈呢 他正在努力的把这个维和拢 但是呃可能还是要有一次时间 那这中间就看中国的这样一个反应的问题 如何中国进行这个就是呃呃去做 你是做出境呃呃就是说你的动作 如果中国的反应力度过大 有可能会加速他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说 合围如果中国的这个做的巧妙一点 那么其他国家基于跟中国的固定 可能可能就就还还会有要要要一些时间 嗯好谢谢我想请教一下啊 这个北约的亚洲亚洲化 现在分土耳其也不反对这个 这个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 所以北约现在可能从30个国家 扩充到32个国家 那拜登也决定把美军的驻扎点 从德国那边又往东移到波兰 所以整个情势北约当初是针对俄罗斯 现在整个要针对亚洲 当然是剑指中国 所以你你你你认为北约里面这样子 30个国家或未来30个国家 难道意见都是都是一致的吗 都不会有什么矛盾跟冲突吗 好何必 你问我 对啊 OK 北约是一个完全故事的产物 是一个冷战的产物 是安全 欧洲安全的很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来源 实际上欧洲现在的这个情势是需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军队体系 通过这一次俄乌战争 这个德国的军力开始崛起 他要增加军队 然后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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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总统这个马克伦早就讲了 我们要建立欧洲的军队 也就是说欧洲在二战之后 一是没有把托 对美国的这个依赖 但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是一个从价值观来讲 而且呢在美国的一战和二战中间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 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呢 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历史的这个纠葛 但是通过俄乌战争显示出来 这个北约他没有达到这个能够 让这个战争 这个停止的这么一个能力 他没有这个能力 反而是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这么多国家在一起开放有什么用啊 只有一个老板是真的 就是美国 对不对 美国只是把北约做一个壳来处理 但是北约峰会也好 七国峰会也好 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功能了 七国的峰会是解决危机也产生的 当时候就是因为 美国的错误的这种政策造成了这个石油危机 所以真的根据石油危机来成立了这么一个七国 但是那个时候 苏联洞也一塌糊涂 苏联洞一塌糊涂 今天中国也是一塌糊涂 还有非洲啊 南美啊 东南亚这些国家不稳定 贫困 使这个七个国家的力量非常强 不但他们很高贵 有很好的这个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同时呢 他们也很有能力 但是冷战结束以后 世界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西方的国家已经没办法像那样 具有一个非常道德的优势 西方的民主反映了很多的问题 西方的经济力量 那么跟这个过去的冷战时候相比 完全不同 亚洲的经济的崛起 已经是一个没办法阻挡的一个趋势 而美国和欧洲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 还要应付一些新的问题的能力 越来越弱 除了他把自己的资金和他的产品 进入到罗浩的地区 经济 这个跟美欧有差距的地方 他就能拉到一个低的成本的这个产品 那么这个会满足美欧的经济的需求 同时呢 为美欧的本身的 在美欧达不到这个经济的足够的回报力 去投资这些国家 所以实际上因为这种关系 已经完全的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在这个时候你搞一个富人之路不止自如自乐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做一找 咱们赶紧找一个敌人 但是这个敌人 欧洲你自己都对付不了啊 喊那么多口号 吃那么多基辅 到现在为止 打了四个月 你一个俄罗斯 你不是要不堪一击吗 还没有把他赶走啊 没有把他赶回去啊 而俄罗斯这个侵略 这个乌克兰 那是个明显的 违反国际规则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对吧 你是一个举行国家 侵犯另外一个举行国家 你非得把他搞成一个专举之争 这一次你 后来发现 你没办法开这个会啊 你的市场在亚洲啊 你开这个会干嘛 对吧 就只好讲一些空话套话 对吧 老百姓也不相信 其实自己也不相信 对吧 你搞一个北约 你非得把瑞典和芬兰拉来 瑞典是什么国家 瑞典和芬兰是和平国家 是人群国家 全世界很多国家有人群的问题是 谁跳的最高啊 北欧国家 尤其瑞典 因为瑞典它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利益 像美国或者是法国 德国受制于这些人群落后的国家 所以瑞典可以表现一个高的姿态出来 那么 中东最大的问题 之一 对吧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 库尔德 库尔德虽然 在瑞典没有那么多人口 但是他们意味的有四五个 好像五六个 我都忘了这里的数字 很大的力量 库尔德的难民 从伊拉克 从土耳其 从中东一些国家到瑞典去得到瑞典的很好的庇护 帮忙 营入这个社会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去参加 那就要出卖库尔德人嘛 那你原来的人群就没有了 但是家里有什么用啊 到南 对这个亚洲来那就更是笑话 更是笑话 那只会造成亚洲的登堂不安 因为亚洲的国家 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都有很多历史的揪在这个里面 对吧 现在亚洲的国家希望美国来平衡亚洲的安全 因为中国的崛起 尤其在台湾的威胁 在南海方面的乱来 你美国有一个力量 就足够可以威胁这个中国了 对吧 美国的军力是中国的多少多少倍 为什么一定要把日本扯进来 为什么把韩国扯进来呢 你把这些国家小心地扯出来什么用啊 你能不能现在先给日本一些应有的尊重啊 让日本恢复一个正常国家应有的权利 这是日本想借此机会做的 当你把它加入到北约之后 如果加入到这个体系之内 一下子把这个亚洲就变成另外一个安全的爆炸点 美国这个国家它的伟大 它的不断的进化 奠定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标准 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里面的一些问题 使它总是想去寻找敌人 对吧 以前把这个所有变成敌人 以前把这个日本和西德变成敌人 现在又把中国变成敌人 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认为 美国确实是可以平衡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国际力量 但是你还有这个能力吗 你要想想问一问啊 对吧 你还是民主的灯塔吗 你首先问问啊 你的经济力量在哪个地方啊 对吧 你到全世界数字锁一锁啊 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 这么勤奋的老百姓 跟这么高素质的劳动力 没有啊 印度现在在发展 如果发展了更好的当然是平衡中国 但是印度 你如果去过印度就很清楚 离中国大概相差几十年 印度现在很了不起 正在发展之中 但是他离中国 那几十年都不行 因为他人口的问题 造成了这个影响 但是美国是有力量的 这样的话就造成中国 现在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战略 是跟美国争天下 还是不跟美国争 所以我在昨天访问吴强波士的时候 吴强波士说我 中国要采取特殊战略 我就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不能跟美国争天下 美国就是当老大 你就认他是老大 美国现在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内政问题一塌糊涂 需要长时间来梳理 处理它 所以不要在国际上跟美国争 美国就是 就是针对中国也好 开会也好 喊什么东西也好 你就让他去喊了 那么对亚洲国家 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所以我就说 亚洲中国就当 拆将主任 管拆将生产 这个美国就当保护科长 对吧 负责保安 对吧 中国人和马来西亚人在里面谈判 我们怎么怎么做声音 外面站刚的就是美国人 就这么回事 和平说这些呢 我基本上 对对 我觉得我基本上 不同意 不同意呢 不说和平说的不对 是因为呢 他说的有些地方 我觉得说的不准确 最后他的结论呢 就不太对 就是我觉得首先 我们看一下北约是个 什么样性质的一个组织 北约呢 他确确实在冷战时期 是为了应对苏联的 搞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 但是北约内部的一些规则 在我看来 其实将来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个国际社会 对吧 你看我们从这次瑞典和芬兰要加入北约 你可以北约讨论来看 你就知道你会发现他内部的 比如他们之间内部在出现争议的时候 需要怎么来解决 还有不能够就是互相间不能拆台等等 在我看来其实美国 当美国和北约准备要把日本韩国 往亚洲进行扩张 我觉得他们在建立另外一个国际社会 另外一个国际社会组织 而这个组织准备把那些流氓国家 那些不准备遵守 就这种这些原则的国家给它排斥在外 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其实中国的崛起 我觉得当时在按当时的全球化进程的这种崛起 实际上世界各国专业领域讨论很多 这个领域中 其实到后来是分不出谁是老大 谁是老二 好像这个产值他大 但是呢实际上经济也把各方面的产业链 都交织在一起 谁也离不开谁 就像这个在西方世界中 其实他们现在也大觉得区分老大老二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他们就是觉得 只要是大家都在一个规则下 进行这个生活就可以 如果将来做到司法呀 各个方面都能有一个仲裁的一个 大家认得的仲裁机制 那我就以后这些分歧就不重要了 那么具体的就是论是一些利润中 但是中国现在特别是习近平这个方式绝水 确实是有一个破坏 在二十大战以来 国际社会秩序和繁荣 长盛的这样的一些规则 基本规则这样一个去 而且在某些方面 在复制过去殖民时代的以前 西方国家走过的错误的道路 就我们就讲一带一路的这种模式 就通过对主权资源用主权资源做抵押 然后进行贷款的这些方式 都是过去西方国家搞过的事情 就是所谓后制民主义就讲过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在中国 你也不用太美化中国 因为我还是说这点 其实这些年 我比你们各位接触中国底层到美国人 要多得多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中国那些底层人在中国 他们也是来自于各个方面的 特别像农村也有各个地方人都有 他们在美国他们的创造力和他们的能力 比在中国发挥的要好得多 而他们都回想起中国的岁月 他们并不满意 所以不要 我觉得中国这个劳动力组织好 但是中国的工人所受的那种压迫 和歧视那种盘剥 按照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准 按照现代人类生活的文明标准来看的话 按照中国现有的财富创造来说 那些农民工的那些在生活那些 那就是一个人牲口都不如的 连他们这个宠物的生活条件都不如的 这么一些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有的时候不是说中国劳动有多少 中国人也不是说愿意当牛做马对吧 为什么996这些在新一代中 像这样一些什么讨论那么多呢 不就是不满意吗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种竞争上的优势这种低 低人权成本竞争优势呢 也不是说川普总讲那三条 什么我什么清销啊 就是出口经销 就补贴然后进行清销 然后进口的壁垒的设置 保护自己的市场 然后呢知识产权不复 也不是的 那就是对工人那种盘剥 中国老百姓你去歌颂工人两句 那工人就该受这个苦 也不应该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在这里 反正我看到来自中国底层 中国人比来自高层工人混的好 除非就是那些这个读书啊 等那些做专业的人 他们可能会觉得 在美国这个专业里面 都市场很大 单从社会上来说 在中国地位越高人到这大概 就觉得自己混的越不好 在中国地位越低人就混的越好 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也印证了 就是其实中国的那个劳动力素质 好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不说别的啊 就在我们就拿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说做装修来说的话 美国工人不是不值得信任 就是他在做他的素质啊 技术能力使用机器的 他就是他这个很大重要 其实就是一个他对人权 对于生活 对于一个人好的生活 和一个好的发展 那个理解的问题 笑话 简直是笑掉我打牙了 啊 这个你把牙齿你笑掉 给我捡起来看看 笑掉我打牙 不是这种讨论 你听我说啊何彬啊 我还是这句话 我现在接触第一次来的中国人多 美国的标准啊 确确实实是对人权的尊重 给予这个工人的福利的帮助 这个确实中国应该学 中国存在的这种对工人的不学啊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严重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啊 但是美国是经过了一个时间的发展 和达到的 你跑题了 你跑题了 我们在讨论的是说 不是 我们在讨论的是说 美国和中国的 应该是形象很靠奇的问题 你不能给我戴上一个跑题的帽子 好不好 你又去 好好好 你说你说行了 我不说了 对吧 我就觉得美国的工人的素质 和中国的生存素质 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因为美国已经不是那种 在中国还在艰难的生存中间 所以中国 我举个例子吧 这个和平呢 我们都可能看过奥巴马 当时导的那一部美国工厂 对吧 那没错 美国工人的素质 就劳动来说 确实不如中国工人 但你看中国工人对吧 有个孩子有个家 他一年才能回去一两次 那么是个人过的日子 但是那种劳动态度啊 就是那么来的嘛 对吧 那种劳动素质 就靠这种非人的生活给他逼出来 压出来的嘛 那我觉得这不值得提倡的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的来讲 你可以不提倡 你可以按照美国的标准来 那中国的 没有 我不算美国标准 就是 因为美国的这个标制度 也是一步一步发展出来 但是确实到了一定的阶段 他会给一个人呢 应有的尊严和待遇 对吧 就是你企业不给的话 国家应当给予对吧 现在中国是帮着企业在压榨 对吧 996都是国家在强势推行 这个我都同意 但是我只是讲了 现在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 还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关系 当然这里最主要我想讨论就是 北约的这个扩张 其实你不要因为它是北约 它就是这个地理的一个概念 或者一个冷战的概念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它像在发展一个 新型的国际组织 新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面 国际组织 什么齐国会议 什么金专会议 西国不是的 西国 你要齐国这个协商的会议 没有没有强制的约束 西方 北国和平 北约你要国际公约 东方开会没有新型参加也没有意义 不是和平你得知道 在国际我们说的国际组织 有不同类型 西国这个协商机制 它不是一个条约性的东西 条约性东西是有强制性的 北约是它 它就声声的就弄出这个国际社会来 这个国际组织社会中彼此是有义务的 是有需要履行的责任 那你觉得中国对这个全世界的安全有威胁吗 没有 中国的威胁是价值观 中国当然不是 是有威胁的 中国的价值观 你跟我说啊和平啊 要是不跟他的前方 中国价值观在国际组织 毫无吸引力 完全都挂羊头卖狗肉 你说他跟菲律宾说的 他不遵守海洋法的那种国际制裁 那种忠裁对吧 他根本在整个南海的扩张 他跟谁商量了 什么共鸣 他跟谁商量了 在那儿填海造岛的糟 对吧 其实你是学国际政治的 你应该就很清楚吧 你们伟大的美国这样的事情干的少吗 但是我告诉你 美国用人家一个地方是付钱的呀 人家去 这个阿富汗 那我发了你的分析 你刚才提到了新的国际关系组织的形成 有北约形成了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形成的方法 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未来中国跟这些国家的新的国际关系 新的地缘政治会产生什么样变化 首先我觉得吧 对于中国人来说 我认为就是说 平心而论 就是论事说呢 中国如果要是不像今天 习近平这样做 中国本来是可以加入这个进程 而能起个重要作用的 实际上我觉得在江泽民和胡锦条 这些处理包括金融危机 和08年那个金融危机中间呢 其实美国事实上是把中国当做一个负责任 他有很多人权问题 他们其实之所以放松呢 就是因为觉得在国际事务中间 跟美国持合作态度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是吧 所以他有这个印象 我再读这方面文献 所以当时等等等等 不是你听我说呀 和平这个不是在跟你争论 我是在 和平 不是不是那没有 那是随便 等军涛讲完 你帮你讲 和平呢 我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 就在入就在入世之后 到这个21世纪前十年 吉兵上来之前 这段时间是中国和西方的蜜月期 其实反恐的压力不是那么大 所以中间呢有一些争论 但是呢 可能那根本就不同意 那不是我都已经划出时间来了 那是入世之前嘛 我都划出去 美国需要中国去对付苏林的时候 再对付知道吧 美国自己的战略出了问题 要么就联合俄 那时候俄国我已经讲 那时候俄国的威胁也不存在 而且俄国也在想加入西方世界 美国怎么对付的 我不是 而且我觉得吧 美国呢 我觉得美国和西方世界 在处置俄罗斯的一个失误 就在于当俄罗斯 非常希望加入西方世界 他们本来应该助一把力 而且那时候他们经济很好 他们那种经济表现也好 但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最后使得呢 他们发现俄罗斯这个威胁的 他们也没有这种经济 因为他们的经济本身 从98年开始 也这个08年之后就困难嘛 也不再有这个能力 但我觉得当时唯一这个 我觉得他们一个失误 在对俄罗斯过去想加入西方 之后西方当时有经济能力 帮助他们完成这样一个转轨 从业势厅到普京早期 都是希望被西方社会接纳的 所以不存在一个 那时候不存在一个联合中国 对俄罗斯的问题 反恐呢 他们只需要中国 在一些国际上 进行合作就行了 但是当时时候我觉得他们跟中国走得近呢 当然有王岐山呢 有这样的一些中国江泽民到王岐山 这样一批就是按照习近平看来是卖国贼的 这样一些做法 获得了的西方的高层的这种认可 但是更重要是 在大的国际危机出现的时候 中国是跟西方持合作的态度 共同在维稳 就是那么现在结果中国现在 习近平上来之后呢 他把这些都给颠覆了 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太具体 哪天我们可以专门讨论这方面的具体问题 在哪些具体方面做了哪些颠覆 对国际社会造成什么危险 可以啊 没问题 NWT到什么这个什么东西 我们都可以来谈 都可以来讲清楚 行 那行呢 我们今天就打这个 好 我们今天这个议题打住 下一早时间和平 我们下一早时间再谈论这个事情 因为中美很快要通电话了 通往电话以后 11月份 那个不说明任何问题 那纯粹就是 那我觉得那个电话 不说明任何问题 就说明什么呢 美国希望 也是要安稳一下中国 需要一些事情 要中国有点配合 就这么回事 拜登呢 他在选举之前 他需要 就像他跑去杀特似的对吧 他马上要去杀特似的吧 也要开始放下身段 对吧 这个不说明任何问题 这都是权益之计 好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个 北约 G7会怎么发展 信息的国际关系 地人政治又怎么样的发展 我们可以早时间再谈 还有刚才 刚才这个和平提到了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跟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通话之后 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下 最后呢 我想来谈谈反腐 习近平上任之后 利用反腐 掀了权威 集中了权力 那最近他在政议局的 集体学行里 没有再次提到反腐 因为前阵的反腐 引起了很多的风波 有几年前包括周永康 跟博西来 那最近他提起这个反腐 到底又代表什么意义 因为你在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这个提到了习近平 再次用了反腐的新的这个信号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你认为习近平 现在脑袋里在想什么 习近平我们讲 在这个上周主席的 集体学生这个会议上 他关于这个反腐败 讲了一大动画 那这话当大动画 到了有些是这个这个老爸常常的了 也有些所谓的过去没有 大家没有已经关注的问题 现在现在让外界对是关注的 他就是讲所谓的这个反腐败 还是一讲这个重大的这样一个政治斗登 那么这个当年他也讲了什么 自我革命也讲了这个中国这个 在他上台以来探索了很多这个 我们讲这个反腐败的 积累了很多是经验探索 制度啊 什么现在 以后要见的 其实不敢不能不想 这么这个这个三不想的 这个三不想三不能的 这样一个激进的问题 问题现在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在二十大前 要要要要要要 突然之间要要要要 关于反腐败 要要这个这个我们讲 要搞一个政治局集体学习 这是一个大家关注的一个点 另外一点就是刚刚讲到的 在讲话里面提及什么重大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斗登的问题 那么我我查了一下就是说 习上台以来的这个这个 这个集体学习 他其实已经搞 就关于反腐败 他是讲了三次 就开了三次的这个集体学习 一分别是一九一三 二十一三年二零一五年 那么中间的给了 再给了几年时间 到今天突然在谈 印度来讲 这两个一个习间上的 一个提把上的这样一个东西 让外界很受关注 认为这个提二十大前估计 是不是要要要要要要 要这个抓一个大老虎 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 有有有这个有中国的学者 我觉得就不提名字了 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啊 讲这个七八月份 七八月份这个 要费有这个政治局委员 这某一个层次的高谈政治人物 会被抓起来 那么大家他我我估计他所指的 可能就是几梦见处吧 但是从他那个采访里面的话来看 又考虑是县论的政治局委员 左眼就不管是县论还退休的 就是有政治局委员会被抓起来 这样的话跟这个系统的这个 反腐讲话就没 似乎有这个印证的这样一个作用 确实要但是我认为是 是这个不会的就是说 最开始这个这个视频也谈到了 这个关于王小宏的这样一个认命的问题 这样一个认命的问题 我文件里面说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对王小宏 我们讲这个他王小宏认命为公安部长 这其实不奇怪 因为他早就公安部 他是党委书人 从他的做常务部长的时候 常务副部长的时候 他就已经公安部就是已经归这个王小宏 实际上归他管 那这也要做党委书记是更是 那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是一个 这个实质名归的民事商务的问题 但是但是把他提拔这个把他 对把他提拔为政法委副书记 在所谓的两这个两院这个首脑之前 对高院对高法对高检这个首脑 他们还是这个这个政法委的成为委员 他在副书记 一个中委 一个中委这个阅阶提拔 那等于就是说整个政法士统 其实也是归王小宏管 那么郭兴坤 那在他之前的郭兴坤 特别是赵克志 不过是挂一个名而已 那么我我我根据我的推断的话 那么王小宏有才有可能就是说 二十大之后可能会监令这个政法委书记 或者这个这个监令政法委书记跟公安部部长 两这个一同一同监认不大可能把公安部长 又再有别人来监认他可能一人 因为我们讲地方上也有这种安排 地方上有这种安排 那么地方上有个安排中央也 在这样安排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 一组就是说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认令的话 表明他就是说他的现在的权力 我们讲不管怎么长 他属蛮禁也好 或者怎么长也好 习近平党内没有反对 发现说这个党内有反对 他反对也也也无效不用 这表明这个习就是说 从节点来看可以推断习 无需他的现在的权力大到无需要通过拉人头 拉一个高层重庆人物的重庆生命 再再来正视这个其他的反对派 这样一个无需这样 因为他只需要发出这么一个信号就可以了 所以我认为他这次这个讲这个 这个在中国这个这个 这个集体学生讲这个反腐 他其实是要发发动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 鉴于这二十大日益人性 鉴于海外就在反复炒作这个 所谓的党内的反习系列要把它拉散了 也鉴于他这个我们讲上海疫情以后 他的权力受到影响 多多小小外界对他有很大的议论 包括党内的类似崩满的力量也想借这个机会 做一些这个搞一些小众作 他要有个预生的防范 有一个预生的防范 所以他开了我们讲开了这个集体学习 这样一个会议 发出这么一个信号 他认为有这么个信号 就足以下读那些目标人物 也就是说那些自感自认为自我感觉 有可能会比习盯向的那些人 这样的话 这样是人的话 就在二十二十大截 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以免真的必须抓住这个把柄 这样的话 他就发发出这样一个信号 就足够了 不须清楚抓人 要清楚把某个政治委员抓了 因为我们讲 如果真的把某个政治委员抓了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对习 无论对习来讲 还是对这个对属 对这个整个党来讲 这个伤害太大 因为人家我们会注意 就是说你党内斗争 因为他的话 肯定就是 肯定就是被外界看到 是你党内斗争 不单单是一个腐败的问题 那么 习他二十大前 他要营造一个 一个党内的团结分配 虽然这样这种抓人的话 可以让其他人被吓得 不敢做什么动作 但是 你毕竟你所做的事情本身 你就表明你党内不团结的 你党内存在很重大的政治造战 因为外界都会把它解决为政治造战的问题 所以习近平也不希望出现这种印象 因素来讲 在他现在有足够权威的时候 在他认为我只要发出了这个 威吓的信号 就注意了下属那些反对派的时候 他无需要轻度要开 对拉某个政治局委员来开招问答 因为拉某个政治局委员开招问答 实际的面非常广 他们进去成委员的下属 原来工作过的话 在其他的下属 肯定还有一批人 要被牵了出来 这样的动作太大的话 对习来讲 我觉得他二十大戏前要立保委员的话 这个并不符合他的这样一个想法 谢谢郁芬人分析 盛平你觉得你对郁芬人分析你赞成吗 表示说习近平不需要找这些大老虎 不需要找政治局委员开刀 他党同样可以达到他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党内那些反对派 愿意动到什么程度 就是洗手上的两张牌 一个肖建华一个段位红 肖建华最近说要审 这两个人实际上就震慑了 党内主要有可能的 前者是对江曾 后者主要是对温 温是党内叫普世价值 叫做最凶的一个 这两个人都差不多在16年左右抓了吧 1617年 就抓了一直都不判 其实就是就是两张震慑的牌 就隐而不发 现在的放风要判 也就是叫大家呢还深一点 他主要在乎的就是党内的反对派 至于说海外的这些这谣言 我想在他那最多就是一张纸的简报 就是我们在这儿津津乐道的 大家在美国之音上啊 在这些推特上那些东西 就不值得关注可以说 就像这六四一样的 但真正关心的是那六个人大副委员长 他们要做什么 是那七个上将要做什么 是美国在后面想做什么 他对广场上那些事儿 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重要 天天在关注对吧王丹要做什么了 就不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所以我不认为他是抓不抓这些 就是抓个政治局委员又怎么样 放出风来要省这几个月 王岐山这些年给他收集的材料足够多了 嗯 其实他要抓谁大概都是合格的 如果说抓薄熙来是因为他的太太杀了人 对吧 他其实他当时不知道的 那也就是说对亲属的管教不严 你这个退 对外推出去有多少是对亲属管教不严啊 包括些文教宝 包括就是在以前的 朱镕基他们的儿女他们的亲属 谁没有赚到多少多少钱 这习基本上是守住一个边 在这我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一个底线 就是上层不杀人 下层的不先桌子不革命 中美的不开战就这三条 习中勋一辈子呢不整人 习至今不杀人 就杀了一个赖小明 这是底线 但他反腐是反的没有哪一届的 中共领大人反的他这个程度 七百万人抓起来 三百多个胜部级的干部 听众你对圣平的分析你的看法怎么样呢 习近平会不会继续的抓人继续的以反腐为手段跟目的 其实不抓常委什么 甚抓政治有点 这都是在邓小平和就是 或者他的这个江泽民和胡锡辽时期 延续下来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在官场上是形成一个潜规则 不过你从习近平上来 你可以发现习近平是把这些东西看作 老百姓心中啊 不接触这些东西看作什么官场漏习 他这样在一一废掉 包括什么领导干部什么 要不能有火箭是干部什么 就是好像一个台这个这个 他是准备把这些东西废掉 而且习脑子里是没有什么 这种制度的这种严肃性的概念的 所以在我看来习早晚要不行不上 行不上常委和不上政治局委员呢 将来会要一样抓 过去在我们都经历过共产党 过去有个时代就是线以上的干部抓 是非常慎重的 基本上除非是中共中央要拿它来做典型 基本上不做刑事案件处理 但是越到后来就开始 像县以上干部赵安会移交司法处理 到习的就已经成了一个常态了 就说只要你触犯了刑律 当然他不一定真触犯啊 就是说在共产党办案 把你办到了触犯刑律的时候 就该宣刑法就宣刑法 这个这个层次是越来越再往高里走 现在呢就是对省部以上的干部 男人比较慎重 这个第四以上干部也比较慎重 但县级干部就相对来 就要简单多了已经 但是我觉得习早晚会把这些都拉平 这是他将来 这可能是他治国里面之一了 就是他虽然没明确 但是他直觉上他要这么做 我不认为就是说将来会指于什么 政治局委员或者政治局常委 就可以是个免死牌 不会的习不会在内心中 不会承认这些东西 只不过就是他在死之前 他能不能完成他要做这些事 那第二呢我觉得现在呢 习现在不异于呢大规模反腐的原因 就在于他现在确实二大之前的时候 他有两个原因不能这么做 第一呢就二大之前的时候 一般来讲他要创造一个喜气洋洋的气氛 他说呢他需要在这个时候呢少做点事 那这时候就是特别是不要造成官场上 太大这种震动性的震撼性的事情 那么他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 他前一段时间反腐呢已经造成了官场上躺平 那个盛平在前两次那一次的讲的说 老百姓躺平不躺平不知道 大概年轻人还有人想做事 还想弄点事的人还是有的嘛 出生无独不怕不 但是官场上躺平也是普遍的一种心态 可是现在中国有些问题呢 如果不解决官场不动前没法解决 而官场躺平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就是我在前两次有说过 我在加拿大碰到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记者 他说中央电视台基本上也不采访领导了 除非你中宣部拿名单出来 你可以过去中央电视台 你可以到处找领导采访 对一些热门话就请他们发表意见 但现在就是说 因为今天我采访明天你把它给抓了 抓了之后 老百姓又骂我们 说说说呢 基本上你中宣部拿名单来 你说采访谁 我们就采访谁 否则我们就基本上 我们不再去主动的记者 大家去主动去采访谁 这是那么这种躺平啊 实际上还是说 就是因为反腐这个导致动辄就出错 这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呢 这个他现在导致什么呢 现在没有人办事 因为没有好处了 因为这些当官也是无力不起早嘛 这个我们知道就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何平先生知道 在紫阳的周围有一些幕僚就跟他说 腐败其实是改革的和发展的润滑季 就是说是那个时候 我们在八十年代初期共产联调 改革都在想 这么大的官僚集团怎么可能接受呢 结果你看到了八十年末期直到今天 到西民上来之前 共产党的官员是改革的最大的主张者 为什么 不管哪一个改革出台 都有老百姓受损 这都是老百姓骂 唯独共产党官员 不管怎么改 他们都是捞到利益的人 都从这个改革中捞到利益 所以他们牵着番 变着番就要改革 他们认为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一方面确确实实要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发展的硬质标 另一方面在这个发展中 拳钱交易中 他们能拿到好处 特别办事这些官员 能干的官员 这些能拿到好处 所以这个派呢 是跟中国的发展是 这种需求拉动的腐败 政府的这种通过财政和信贷 所带腐败的话 实际上是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必要助力 现在呢习近平要想让经济再上去 要让那个经济主体说保经济主体 那个经济主体在习近平的眼中 当然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 实际上是在这个中国高速发展是全监交易中 他们很多人并不是靠市场的开发 平能力开发 而是靠着关系 越大的这个成功者就越跟关系在一起 所以如果现在你要救经济 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准备 习近平又准备做点妥协 在一个时期内 让中国呢还能够按照旧的 他准备要 要扔要废掉的机制呢 继续再能够让经济保持 不要再滑得太厉害 或者能够有所回升的话 就是回到李克强说保经济 这个主体这个说法的话 所以这个其实在习近平上 他要忍一口气 为什么 他要让经济再过来 但是反腐这个事他不会放的 所以你看一方面在这个李克强 在这前线浴血奋战 另一方面习近平看 但是一个规定接一个规定 我觉得这些规定 都不是现在马上要用的 都是准备在经济 在初步好转之后 就要准备开始 又把在这一段时间中 经济智力经济中那些官员 再收拾一遍 政治上是因为 你跟着李克强跑了 跟着李克强这个政策走了 经济上 实际上呢 这个名义上呢 又确确实是 你们可能也卷入腐败 因为武力不及早嘛 在某种程度来说 就像那会是 温家宝打的这个 几天内打了几圈电话 搞了四万亿出去 当时我们就说 不知道就有多少官员 要掉脑袋了 因为他们这个 这个四万亿的信贷 这个一代 发出去之后 立即就很多项目上马 每个工程项目 都会有一大笔贪官 这些贪官的话 可能就要查出来 就要掉哪 果然那个刘志军 对吧 小一万亿跑到去修高铁去了 而这个刘志军 就差点就被他给杀掉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的话 即使也确确实实 这些官员 会给习近平下一轮反腐 提供一些靶子 提供一些这个 为他处置的对象 提供一些案例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习近平下一轮反腐 但我的看法 是可能是在二十大之后 二十大之前呢 我们现在大概都估计呢 他已经牢牢的控制住了 就是权力运作的关键机制 而且已经在官员中 造成了一个政治苦光心理 没有几个人真的敢在官场去挑战他 哪怕在这个私下里官场 就在办公大楼里去议论他 这种高官大概都没有了 像那个叫王什么来的 那个当时辽宁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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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被拿掉 对吧 不就那是和平先生说的吧 就是因为私下里说了一句话 说你看他哪来的 说提拔一个人 人家说怎么提拔他呢 说你看他哪来的 说从习近平的那个父亲 战斗过的地方 所以就因为这句话对吧 就算犯了政治错误 所以现在官场上特别高层这个 这个气氛的话 绝对不会有人敢去挑战习近平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他不需要用反腐的方式 刚才玉文这个言论我同意 不需要用反腐拿大官的方式 来震慑官场 他现在我倒觉得 他可能要让官场喘口气 帮他再去干活 然后呢 但是呢到了这个二十大之后 他准备卸磨杀驴 像老毛似的 二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 让刘耀奇出来主持工作 接着年终就在北戴河发出 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斗争 那个后来就开始就炮制出了 无产约人家继续革命的理论 然后在王达明大开杀戒 把那三年中间跟着刘耀奇 还往前啊就是那会跟着刘耀奇跑的 跟着邓小平这个路线跑的人都给收拾了 但是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就是在磨刀火火 就是准备把那些跟着那个墙去救世 当然了这个这个这四大肉麻的 这个就是在那吹捧他的人放 因为这些人一方面呢 实际上他们也在抓经济 另一方面呢嘴上上很高的调子 在那要对习近平表示忠心 意思是我抓经济是为你在抓经济 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人民 特别你觉得呢 他的特别原话就是要为习主席分担解忧 让习主席放心 不是让中国人民放心 让习主席放心 我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 都是认真做笔记 听盛平 听日文 听这个尊涛的高见 然后就看能不能让我消化一点 学习一点 刚才日文讲的尊涛讲的 我都同意 从权力的数据的角度和二是他稳定的需要 他确实不需要动手 声明说随便扎一个商人 后面就是一袋人 就被他拉住了 从权力的需要他并不需要 但是呢他确实有很多人等待在被抓 很多人问题已经掉了很久了 这是看什么时候抓 是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 还是说算了别抓了 有的人已经变得那么厉害 有的人已经怎么怎么样 我最反感的就是反腐败 所造成的人的这种不安全感 反映出来了中国的法治的 像一个中世纪时代一样的 一个官员或者是一个学者 或者是一个媒体人 抓了以后几个月就不见了 几年就不见了 这个太恐怖了 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习近平他未来几年 如果他不能够和对中国的官场的反腐败 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 而是属于权力和对腐败的不满去抓人 我觉得对习近平的好评是次要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规征 人员就进入不起来 我对中国在习近平时代 或者是几年之内完成一个民主的转型 现在确实是期望在降低 但是习近平能做的事情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社会保证体制以外 另外就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司法体制 不管他是贪官也好 不是贪官也好 或者是媒体人也好 或者人群人士也好 人群历史也好 你应该给他们一个基本的辩护的机会 给他们一个对人的一种尊重 如果我们对一个犯人 对一个贪官 人格上都是这么去侮辱 这么去亲了一举 把他们的权力全部拉掉的话 这样一个恐惧的社会 恐惧的国家 在过去几年 很多国家都演过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独裁者 领导者 遭到更大的报应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把这个体制建立起来 抓几个什么孟军柱啊 或者是江泽民啊 胡锦涛啊 这都是已经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威慑力了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作用了 人们也不会那么亢奋了 你现在抓一个部长 大家有那么亢奋吗 从审美的角度里都疲劳了 现在需要的是建立体制 这是我最期待的一点 谢谢 体制是不是比反腹重要 给看看 我只有一个 圣平跟俊涛补充一下 来 圣平先说吧 圣平有没有 他现在又不在 对 我只有一点啊 就是 其实我们老说中世纪中世纪 其实中世纪的歧视 中世纪的这个人呢 还是蛮充实的 想让今天的人 无论是西方的人 还是东方的人 再倒回到中世纪 那么好的 这个人的话 我觉得现在很难了 其实我觉得 我们今天这事呢 罪恶都是今天的罪恶 都是现代化所带来的罪恶 或者吃了智慧果之后 带来的罪恶 而不是在吃智慧果之前的那种 人的那种错误 嗯 还好 一文有没有讲最后补充 一文 一文有没有 没有 如果是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呢 讨论这个议题就是反腐 会不会在习近平拿二十大来开计 拿一个大老虎 拿一个这个政治局委员 谢谢四位嘉宾 谢谢王金刀 谢谢冯胜平 谢谢邓一文 谢谢何彬 我们今天讨论很多议题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讨论的议题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建议 也可以放在我们留言板上 我们会来参考 谢谢大家的分享跟转发 我们今天呢 中国人军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